沒錯 可惜了 否則是一個很輕鬆的機會 但是這個時候 隊友大陸的一個三分球 楊浩翔 經過身體對抗之後還是外面有機會 李冠平投進了一個三分球 先來看這一球 底線的跳投 這球有了 三分球 換上籃 葉育翔這個高一新鮮人 其實在最近的兩場比賽都打得非常的好 先來看這一球 三分線外又出手 對 基本就是說跑紅戰術要打出來 對 像這種合分模式 沒錯 這個球跑起來之後 因為呢 他的防守並不是很積極 再來看楊浩翔 三分球楊浩翔 又差點排氣 好 志平在拿到這一球 三分線外的出手 有 三分球 孫文英 出檔來切分 好 戴毅拿的就進 起的就進 哇 水 三分球戴毅 這就是戴毅喔 哇 戴毅出手 對 還是可以搶到進攻籃板 戴毅出手 感覺好像品質保證 都覺得他會進 真的會進啊 對 我的角度看就是很直 投三分去搶進攻籃板 你不守出來的話是吃虧的 沒錯 這球楊浩翔的三分球 三分球 十一號楊浩翔 對 再出來 戴毅 戴毅跨一步往後跳 揪進 沒有影響 天啊 故意在防守對位的時候 真的是不怕他貼啊 尾球這球再打到右邊 揪進 三分球十五號 對 所以還是外圍的傳導要快 先來看曾文陽這球 揪進了 揪進了 一步就有 對 投射不好能力的選手出來投 對 反觀就是說 戴毅又來了 又來了 揪藥也進 對 這雙手勘開了 這捨我其誰的一個動作 哇 現在的分數已經拉到了十六分 我們看到戴毅這場比賽是 百分之五十的三分球 命中率攻下了有十九分了 五十以上喔 都沒有投進兩顆 這一節三分球 時間剩下最後的八秒 七秒 六秒 這一球 倒外線 戴毅又來了 又來了 終會倒隊友 超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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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節 在第三節靠著戴毅 這一球要往裡面切傳 無業修頭 三分球進了 好 強速 趕快長傳前面 右邊進了 2分 好 時間剩下最後的0.7秒 比賽結束 最後的比數78比64 智平高中是擊敗了強速高中 智平高中獲得了晉級 然後要在明天跟高院工商 來爭奪最後一張八強的門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